第871章 在下贤者之孙 灵动 随着那女子突破成功 下方的战局 一时也陷入了僵持状态 天灵偶都被炼化了 那还要继续打吗 而在天空中 陈诺也陷入了思考 刚才那女子突破的画面 实在很难不让人想到 那尊三坛还会大神啊 莲花三太子 哪吒 在恢弘的华夏神话体系中 如果说谁的人气最高 恐怕除了大闹天宫的猴子 就是这位惹祸闹事的熊孩子了 就问一句 哪个小男生小时候 没有拿这个圆圈 当乾坤圈到处乱扔过 从刚才看到的战斗和突破的场景 陈诺总感觉 这个世界的修行体系 似乎和这位传说的大神有些关联 陈诺心中突然升起了一个猜测 难道这个世界存在哪吒的传承 说传承不准确 但是那莲藕化身的法子 被改成了修行大道 也未必没有可能 但是这么一来 又有个新问题了 谁传呢 哪吒 还是说 那个极为护短的太义真人 又或者是和他们有关联的门人 可是这些人不是虚构的吗 下一刻 陈诺突然一愣 脑中冒出了三个字 紫霄宫 难道这里面又有紫霄宫的布置 目前 风神演义 已经写到了第七回 很快哪吒这个人物就要登场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和哪吒有关的话 又会不会影响 风神演义 但随即 陈诺猛然意识到一件事 和许多人印象流不同的是 在 风神演义中 哪吒并未封神 哪吒 与他的父亲李靖 兄长金渣 木渣 还有杨茧 雷震子 维护 这七个人 都是肉身成圣 并不在风神榜的名单之中 天外的水 很深啊 当然 这一切 目前还只是陈诺的猜想 眼下最能摸清的脉络 应该就是这个玄台平玉天的修行体系了 陈诺只是一瞬间 就完成了这些想法 而下方的战斗 也在短暂的停顿后 重新开始 那吴家老大望着突破成功的女子 喊道 一个时辰之内 还能逆练出天灵偶 杀 话音落下 吴家三老连同那只碧灵蛾不要命的 冲向魏家那一对爷孙 可惜那女子刚刚突破 显然还不熟悉新的力量 那烧公为了护住自己的孙女 一时间硬抗了数道攻击 瞬间落入了下风 所以说 哪来那么多灵阵突破 就暴肿灭敌啊 陈洛感叹了一句 随即伸出一只手 屈指微弹 顿时四道气息 朝着那吴家三老和毕灵蛾打去 弹指神通 无阻版本 那吴家三老猛然间心头微照大显 同时护住全身 随后咚咚咚三声 三人被直接打入壶中 而那头毕灵蛾就没有那么好运 那原本坚硬的皮甲直接爆开 一头三瓶的妖兽 直接被陈洛一击打成了血污 陈洛下手自然是有分寸的 他这一次来玄台平玉天 主要是为了麒麟主的宝藏 没必要杀人惹祸 毕竟万一杀了小的来了老的 那就有点麻烦了 至于那头恶妖 即便隔着老远陈洛 也能感应到对方血气旺盛 怕是平日没有少吃人 正好杀了 让那吴家三老明白自己 对他们只是手下留情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魏家爷孙也是心头警觉 老烧公挡在自家孙女面前 仔细搜寻着攻击打来的方向 但是以陈洛的修为 又岂是他能看见的 片刻后 负伤的吴家三老从湖中跃起 见毕灵厄直接被打死 也是心中一惊 对方只攻击自己一方 对魏家却没有动手 那站在哪一方 毋庸置疑了 那吴家老大当下一拱手 高喊道 不知哪位前辈驾灵 吴家有失原因了 滚 陈洛的声音在这大湖之上乍响 顿时大湖波涛汹涌 吴家三老彼此对视一眼 随即那吴家老大 似乎鼓起了勇气 又拱手说道 尊家要护下魏家爷孙 吴家不敢阻拦 只是我等已经将那天灵偶之事 通报了上八家的贵人 贵人怪罪下来 怕是魏家担不起 哼 吴天雄 少绕着弯子说暗话 你吴家有上八家的关系 当我魏家就没有 那烧公此事也看到了希望 连忙高喊道 前辈 此事若有后续 我魏家一力承担 断然不会牵连到前辈身上 下一刻 一道清脆的耳光声响起 那吴家老大 被一巴掌 再次扇入湖中 魏目之哈哈一笑 朝着天空行了一里 随即带着自己孙女 直接往湖畔飞去 那吴家剩下的二名老者 只敢站在原地 不敢上前追击 话说魏目之带着自己的孙女魏央 一路急迟 不知不觉飞了两个多时辰 终于出了长兴州的地界 这才稍稍放松了一些 爷爷 之前那前辈是谁 见魏目之速度稍稍慢了下来 一直紧绷着心神的魏央 也长出了一口气 开口问道 不知道 魏目之摇了摇头 不过定然是位闲者 闲者 魏央惊呼了一声 那樱桃小口微微张开 一双眸子里满是不可思议 闲者 是世俗力量的巅峰 他们魏家之所以能有如今的地位 正是因为 家中有一位闲者老祖 不过 那位老祖不知为何 已经销声匿迹了十年 否则一个无家 怎么敢对他们动手 走 魏目之确认了一下方向 继续带着魏央前行 不过魏央微微诧异 说道 爷爷 回家的路不是这个方向 爷爷知道 魏目之宠爱地看了一眼魏央 解释道 你以为那位闲者 为何会出手帮我们 嗯 有什么代价吗 魏央问道 魏目之笑了笑 方才那位闲者 与我传音交代了一些事情 闲者大人 自称与我魏家有救 应当是老祖的朋友 魏目之解释道 大人打算闭关一段时间 但是大人有位嫡孙 却无人看顾 所以 让我魏家代为照顾 方才出手 便是提前还这一次人情 嫡孙 魏央不解 还需要我们照顾 难道是个吃奶的娃娃 那倒不是 魏目之一边及时一边说道 只是闲者大人说 那位小公子自初生起 就一直跟在闲者大人身边 过着不识人间烟火的生活 闲者大人也想趁此机会 让那位小公子 在俗世中走一走 了解了解这个世界 魏央一脸古怪 这样的情况 他还真是没有听说过 然而 这是我魏家一次机会 魏目之却不觉得奇怪 而是有些兴奋 若是能和这位闲者搭上关系 或许我魏家 还能重振老祖在时的荣光 魏央也点了点头 老祖失踪 对魏家的影响 实在是太大了 大约又飞了半个时辰 魏目之带着魏央落在地面 爷爷 到了吗 魏目之点点头 根据闲者大人的指示 那位小公子 就在这附近 我们找一找吧 爷爷 总有个画像吧 不然怎么找 魏央无奈说道 魏目之也是叹了一口气 说道 贤者大人说 只要见到 我们自然就能知道了 魏央嘟囔了一句贤者真麻烦 就见魏目之抬手 要打他 连忙吐了吐舌头 往一边躲去 笑着说道 爷爷 我去那边找找 那魏央沿着小路飞行 约莫寻了半盏茶的功夫 突然眼前一亮 看到溪水边有个年轻男子 正在钓鱼 只是溪水轻轻 一眼就能看到水中无鱼 更古怪的 是那鱼沟居然是直的 魏央连忙将自己的发现传音 给了在另一处搜寻的魏目之 魏目之急忙赶了过来 观察了片刻后 带着魏央走了上去 小兄弟 你在做什么啊 魏目之努力 让自己与其温和一些 钓 陈落头也不回 淡淡回了一句 小哥 这溪水清澈见底 根本就没有鱼虾 你在钓什么 那魏央实在忍不住 轻声问道 而且 你这是直钩 钓鱼虾的话 得用弯钩 我钓的试验者 陈落淡淡一笑 您在直中取 不在取中求 我这叫愿者上钩 您在直中取 不在取中求 愿者上钩 魏目之重复了一遍 感觉到这两句话中 似乎包含着大道智力 随后恭敬地朝着陈落行了一礼 说道 平远周魏视魏目之 敢问可是贤者之孙当面 贤者 陈落终于放下鱼竿 转过身 问道 你是说我爷爷 只是他这一转身 倒是让魏央眼前一亮 原本以为二十多岁 还不安适事 要找人照料的贤者之孙 是个腹内草莽的憨货 没想到 竟然是如此清秀俊郎的人 这魏央眼中 闪过一抹异彩 随即跟着自己爷爷一起行礼 将头底下来 藏住了一丝少女心思 若公子说的 是在竹浪泽出手 救下我爷孙二人的贤者 那便是了 魏目之连忙回应道 哦 我爷爷是贤者呀 陈落感叹了一声 贤者是修为等级吗 听到陈落的问话 就连魏目之也一脸讶异 贤者大人 连这么基础的事情 都没有说过吗 可嗨嗨 陈落干咳了两声 说道 小的时候 爷爷只是让我修行 别的事情一概不提 长大后 我就懒得问了 理解理解 贤者大人 想必是不希望公子 好高无远 魏目之连忙 替陈落解释了一句 爷爷 此地不是谈话之地 不如我们何 魏央看了一眼陈落 陈落连忙回了一个笑容 真诚地抱上了自己的名性 在下灵动 嗯 和林公子一起回去吧 魏央见到陈落的笑容 又是心意微动 低声道 有什么事录上在说 魏目之连忙点头 正是 正是 林公子 咱们启程吧 七师兄说过 出门在外 稳妥第一 按照陈落原本的计划 这一次玄台平玉天之行 主要就是为了麒麟主的宝藏 不过沧海桑田 这宝藏所在之地 也有了变化 所以不得已 陈落还是需要调查一番 而现在 陈落又对这个 这个世界的修行体系 产生了兴趣 因此 才有了贤者之孙这一场戏 这个身份不高不低 也不会过分吸引别人的注意 正好凭借魏家的关系 了解一些自己想要知道的情报 大不了临走前 给他们一点机缘罢了 至于为什么选魏家 之前不是听到了 这个家族 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上层 不过因为家中老祖出世 看样子过得不是很好 能力不大不小 还不用面对什么 家中老祖的凝视 简直就是完美 魏老先生 我的身份暂时还不想 让更多人知晓 坐在赶路的非洲上 陈落和魏母之说道 对外 你就说 我是一位固有之后吧 魏母之了然地点点头 那述老夫见悦了 老夫倒确实有位老友 也是姓林 可惜天赋不佳 早早过时 老夫就托说 您是那位固有之后 此番偶然相遇 便带回魏家可好 嗯 如此甚好 陈落点了点头 那也不必公子长公子短了 你喊我一声 小动即可 这 魏母之还有些迟疑 倒是魏央 先是甜甜喊了一声 灵动哥哥 嗯 陈落应了一声 又看向魏母之 这事就这么定了 魏爷爷 咱们继续说说修行吧 听到陈落一句魏爷爷 魏母之立刻感觉 骨头都软了半分 连忙说了两句 不敢不敢后 喝了一口茶 让了润嗓 才继续解释 灵公 嗯 小动 那咱们先说说这修行之事 咱们此方世界 并非唯一世界 偶然也会有天外强者降临 带来天外的修行之法 不过本界中人 体制特殊 大多都修行不了那些天外之法 所以 修行 还是以本界的修行之法为主 本界的修行之法 叫做成结仙体成圣法 简称为成结仙体法 其中演化出各种 法门有名的三百六 无名的不可计数 核心 便是修行成结仙体 成结仙体 陈洛心中想到 之前魏央突破时 先行自爆了肉身 倒也名副其实 此法 一共有十二个境界 魏牧之接着说道 其中前十个境界 对应凡俗 这十个境界中 前九个境界 共分为九品 九品到七品 称为牧林 六品到四品 称为牧师 三品到一品 称为牧宗 也叫宗师 一品之上 则是贤者 陈洛微微点头 看样子和祖地的体系区分 并不大 等级太低不用考虑 三品以上 也就是宗师相当于大儒 而贤者就是求索了 灵洞哥哥 你是什么修为啊 在一旁的魏央 突然插话问道 这一问 让魏牧之心中一慌 连忙向魏央使了个眼色 他在刚刚见到陈洛之时 就暗中观察过 这位小公子身上气血的确浑厚 但是却看不出有什么修为 想必修行天赋一般 只是那位贤者大人 为了不少天才地宝给他 正因为如此 贤者之前 才不和林公子说清楚修为境界 怕伤到孩子的自尊心 我呀 我也不知道 灵洞微微一笑 爷爷说我体质特殊 并不适合修行承接先体这条路 所以我修行的是 别的路子 啊 体质特殊 魏央好奇地 打量了一下陈洛 陈洛 陈洛坦然地点了点头 我爷爷说 我的体质是霸体 听到灵洞的回答 魏牧之更是觉得 自己的判断没错 这天下哪有什么霸体 于是连忙借过话题 说道 原来公子就是传说中的霸体啊 相传这霸体 是万年无一的体质 生而霸绝天下 远超成节先体 魏央看了看爷爷 我没听 你年纪小 自然没有听说过 老祖还在时 老夫就听老祖感叹 说什么以霸当武仙 就是说 霸体的战力 是成节先体的武备 乃是第一霸道的体质啊 魏央听着 一脸崇敬的妄想陈洛 陈洛 这样的吗 我随口说的而已啊 抄了抄了 见魏央还要开口 魏目之直接 将话题重新拉了回来 闲人之上 就是超凡境界了 乃是十一境的准地境界 和位于巅峰的大地之境 就是半圣和圣人了 陈洛心中暗自 对标了祖地的修行体系 得到了个结论 之前就知道 这个世界 是有乾坤境大圆满存在的 应该就是魏目之口中的 大地无遗了 嗯 魏爷爷 之前你们 是缘和起了冲突 才让我爷爷出手 陈洛决定 将话题 引向他比较关心的问题上 于是主动问道 哎 听到陈洛的问题 魏目之轻叹了一口气 说道 承结仙体 四品 晋级三品时 需要承受一次肉身结 在那之前 就要备好法体之根 可是央儿天资优越 如果只用普通的法体之根 就有些可惜了 魏央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爷爷花了大代价 才打听到 竹浪泽中 有天灵藕的存在 见陈洛面色没有变化 魏目之解释道 法体之根 也分上中下三等 直接影响修行者日后的潜力 在先根榜上 天灵藕排名第十二位 是难得的法体之根 嗯 竟然如此神奇 陈洛点了点头 又一副好奇的模样问道 对了 不知 是哪位高人开创的这种修行之法 是大帝吗 魏目之轻轻摇了摇头 不知道 将陈洛脸上浮现失望的表情 魏目之连忙解释道 我等修行之法都是家传 一层层追溯上去 最终都会合成同一则传说 说是几名侨夫误入仙山 见到一座金光大方的山洞 好奇入内 那洞中无人 却有一汪莲花池 在池旁有一块石碑 上面便刻着 承洁仙体的修行之法 仙山 金光大方的山洞 陈洛微微眯眼 难道是 前缘山 金光洞 后来 这侨夫中有一人修成了这承洁仙体之法 成为了大帝 自称莲花生大帝 开始广收门徒 传播此法 陈洛听得入神 不自觉问道 那个山洞还在吗 魏目之一愣 随即笑了笑 这都是飘渺传说 没有什么实证 魏央在一旁点点头 是啊 我小时候就听过这段传说呢 陈洛文言 也是掩饰一笑 说道 平日里和爷爷在一起 没听过这般传说 还以为是真的 倒也不能说完全虚构 魏目之说道 据说如今的帝族李氏 就是莲花生大帝的嫡系血脉 李氏 陈洛心中一惊 这也是巧合 不过千年前 有一次天外浩劫 四帝家族为抵挡外劫 都受了不小的损伤 至今还是闭门的状态 魏目之情不自禁地感叹了一声 陈洛却捕捉到其中的关键信息 四帝家族 闭门 正是 四方大帝均临天下 其家族便是四帝家族 但是千年前 有强大无匹的天外强者落入此间 据说是要寻找同样来自天外的一位大帝 那强者寻找无果 不知为何又找上了四位大帝 并且引发了地战 最终四位大帝联手将那强者驱逐天外 但是四位大帝也身受重伤 开始了闭关 千年了 四帝家族都未曾再现世间 陈洛 星号Sigma Sigma 这个故事有点耳熟 这时间线比对一下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那天外强者要找的天外大帝 就是麒麟主吧 合着麒麟主 跑到平御天 不仅是藏东西 还祸水东营了 别说 能硬抗四尊乾坤静大圆满 追着地妖 麒麟主一路杀的主 千年前要是引入祖地 怕是祖地就要遭殃了 麒麟主这一招 绝了呀 一个好消息 四方大帝好像在闭关养伤 对陈洛来说 这个世界的危险性 就大大降低了 一个坏消息 陈洛不仅是麒麟主的老乡 这危险性好像又提升了 麒麟主 你的宝藏地不会有什么坑吧 别坑自己人啊 算了 先确定宝藏地的位置再说吧 正在陈洛和魏幕之沟通间 陈洛突然顿了顿 看向非洲之外 就在当前 他体内的春秋星夜 突然颤动了一下 有一件原材在附近 而且 是比他之前炼化的原材还要强大 停一停 陈洛轻声说道 第872章 得给 风神 找找素材了 魏家的非洲悬停在半空中 陈洛走出非洲 望向一个方向 魏幕之原本有些好奇 打算问问陈洛 到底发生了何事 突然间面色一变 只见远处天边有一个黑点 迅速朝着他们的方向飞来 很快一艘足足有三层楼高的浮空大船 就浮现在他们的视线中 那大船通体黑色 上面惊奇烈烈 硕大的旗帜中一个血红的琴字 迎风飘扬 魏幕之和魏央连忙低下头 同时传音陈洛 公子 勿要招惹 这是上八家之一的琴家战船 上八家 陈洛心中一动 想到之前自己出手 护下魏家爷孙的时候 那吴家老大也说了什么上八家 不过 此时他面色不变 就这么看着那大船 从自己眼前驶过 细细感应神魂中春秋星夜的反应 没错 是那种一见钟情的冲动 这艘船上就有一道原材 而且 这原材 比之前自己炼花的任何一件都要强大 说实话 这一刻 陈洛却拾动了心思 琴家战船上 可以探查到 一瓶六名 二瓶十八名 三瓶五十名 嗯 还有两名隐藏比较深的闲者 以他现在的实力 三个呼吸之内 就能解决战斗 拿上原材 立刻远钝 就在陈洛打算动手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什么 又停了下来 不行 小不忍择乱大猫 自己这么一出手 可能会惊动乾坤进大圆满 那自己 在这方天地 就待不了太长时间了 此事可以细细筹谋 最好是拿到麒麟主宝藏后 将要离开时再做 没必要现在就暴露自己 就在陈洛这一番思考间 那据传 已经是从陈洛所在的小舟前掠过 驶向了远方 陈洛深吸一口气 露出一副惊喜的表情 转过身看向魏牧之 问道 魏爷爷 秦家这么厉害的吗 小栋 这秦家 乃是上八家之一 船舱内 魏牧之耐心和陈洛解释 地族隐退 这上八家 就是此方天地中最强大的势力 每一个家族中 都有准地作战 分别是 秦 楚 燕 赵 齐 魏 韩 陈洛一愣 这不是七家吗 还有一家呢 哦 还有一家就是李家 乃是地族李氏的分支 比其他七家高半格 所以说的时候 不与其他七家并练 不过随着地族风族 李家也低调了许多 很少有族人在外面行走了 陈洛点了点头 沉思了片刻 又问道 这上八家 一直都有准地作证吗 难道这么多年 就没有第九家冲上来 听到陈洛的问话 魏牧之还没说话 魏阳就轻笑了一声 灵动哥哥 这个是世人皆知的 哦 愿闻其详 陈洛也笑道 魏阳抬起脖子 认真说道 承洁先提法 重中之重 就是修行法体的先根 譬如我炼化的天灵藕 成旧的灵藕法身 就有冲击闲者尽的潜力 但是准地潜力的极品先根 一直都在帝族和上八家手中 所以 其他人是没有办法修成准地的 四帝八族 三十六家 这就是这里的势力分布了 我魏家不才 也位于三十六家之一 魏牧之听到魏阳说完 连忙补充道 三十六家 不过是时间长一些的家族而已 这天地间还是有不少散修强者 就如同阁下祖父那般 走到了闲者之境 若是有心 再建个三十七家 三十八家 也是没有问题的 魏阳听到魏牧之的补充 这才发觉自己刚才有些失利 吐了吐舌头 附和地点点头 陈洛却没有在意 而是想着 刚才魏阳说的先根的问题 如果他没理解错的话 那所谓的先根 换个角度 其实就是元才吧 准地对应的半圣级元才 大地对应的圣人元才 等等 刚才春秋星夜那样的反应 难道是秦家得到了一份圣人级别的元才 陈洛 TMD 后悔了 刚刚该动手的 不行 先把秦家给记在小本本上 非洲又在空中行驶了一日左右 终于进入了此方世界位于南方的平原洲 在这一路上不断地套话中 陈洛对这个世界的风土人情 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四地八族 三十六家 这其中 三十六家都有着贤者传承 目前明确有贤者坐镇的家族 一共有十六家 魏家原本也在其中 但是随着家中老祖 以及几名肃老失踪 排名也调到了后十位 不过即便是这样 在平原洲 魏家也是豪雄一般的存在 家族掌管着人口超百万的大城 就足足十一座 还有几十座小城 掌控人口近两千万 听魏阳说 那上八家则是以王国的形式 统治着庞大的地域和人口 不过 陈洛也听出了 这一对爷孙话里的暗示 那便是这个世界的资源 已经被瓜分完毕了 大代率不会出现什么第三十七家 只有可能替换其中一家 如果他那位贤者爷爷 真的有此想法的话 他们魏家倒是愿意合作一番 对此陈洛不置可否 只是一笑而过 魏牧之也识趣的不再多言 而是说起了其他的奇闻趣事 终于 在日落时分 非洲进入了魏家族地 跟着魏牧之和魏央一起下了非洲 此时魏家早有人在此等候 陈洛神魂一扫而过 就将魏家的实力收入眼中 之前魏牧之就说过 魏家目前有七位长老 加上组长 一共八名宗师进 如今魏央突破 那就算是九名宗师 其中那大长老和魏家组长 都是一品修为 与魏牧之同样二品修为的长老 还有两名 其余都是三品 若是放在祖地 也算是实力二等的世家规模了 倘若有比肩求索的贤者坐镇 那就是一等世家 对于陈洛的身份 因为早有商议 所以魏牧之并未多做解释 只说是故人之后 倒是魏央恋化 天灵偶成功突破 让整个魏家上下欢欣鼓舞 自然就更没什么人在意陈洛 当然 从家族考虑 魏牧之恐怕会私下 和那几位家中宗师交代几句 这一点 陈洛也不打算去追究 找个了借口 陈洛就独自歇息去了 虽然这行为 引起了魏家一些子弟的不满 不过明眼人 都看得出魏牧之对这故人之后的喜爱 因此也不敢发作 按照之前在非洲上的约定 陈洛得到了魏家藏书阁 自由出入的特权 这也是陈洛最需要的 麒麟主宝藏所在 并没有什么地名留下 陈洛只能从麒麟主的记忆中 看到周围的山川河流 所以千年之后 这些山川河流 是否发生改变 也是未知之事 陈洛现在要做的 就是找到千年之前的地图 找出麒麟主宝藏的地方 然后再比照现在的地图 确定地点 幸好魏家立足也超过了千年 这些资料虽然繁杂 但还是存在的 所以接下来的几日 陈洛便泡在了魏家藏书阁中 不断地查阅着魏家收藏的古籍地图 寻找记忆中的地方 陈洛陷入茫茫书海 暂且不提 祖地 南荒 此时正是浩月当空 月光如水 覆盖了每一个角落 然而就在与浩月相对的空中 有一株巨大的桂花树的虚影 缓缓浮现 漂浮在空中 几乎同时 虚空荡漾 两名祖妖从虚空中走出 想必是感觉到此处的动静 前来查探 禅宫之中 禅宫公主挖河望着不远处那巨大桂叶 面上虽然还是一副淡定的模样 但是那紧握着木杖的手 却透露出 这位修为不见低的老太太 心中并不平静 此时 挖鹰的声音传来 公主 有两名祖妖求见 不见 挖河淡淡回道 对面就再没有传来声音 而挖河的目光 紧紧定在那巨大桂叶上仿若沉眠的金瓜瓜身上 此时的金瓜瓜 背部皮肤不复之前的翠绿色 而是如同夜幕一般的黑色 其中不时有绚烂光芒闪烁 金瓜瓜那背部的光芒不断闪烁 一道七彩光芒将金瓜瓜浑身包裹 在这层光芒中 仿佛看到了混沌破开 世界出城的异象 而这异象显现时 金瓜瓜的气势也在一路飞涨 三品 二品 一品 气势在一品时停顿了少许 随即异象中一抹荧光浮现 就仿佛月光照射出来一般 下一刻 金瓜瓜的气势再度暴涨 来到了巅峰大盛的层次 但这还没有结束 金瓜瓜依然闭着眼睛 但是此时张了张嘴 随后那异象仿佛一阵烟 尽数被金瓜瓜吸入口中 随即 金瓜瓜的雪白腹部中 传出如同雷震的声音 轰鸣不绝 此时在金瓜瓜身后 一尊更大的蝉蛙虚影浮现 那蝉蛙虚影四周玄奥轮转 那磅礴的力量弥漫整座蝉弓 左奥 挖河望着那蝉蛙虚影 微微低头 蝉蛙虚影并没有维持多久 就化作一道光芒 打在金瓜瓜的背上 刹那间金瓜瓜背上 仿佛出现了一轮圆月印记 那圆月闪烁了整整八次 每闪烁一次 金瓜瓜的气息就再度提升一点 但八次闪烁结束 圆月印记引入金瓜瓜皮肤之下 此时金瓜瓜的气势依然达到了 祖妖 金瓜瓜的身形骤然变大 随即 他睁开了眼睛 眼眸中仿佛有无数流行坠落 金瓜瓜张了张嘴 吐出了一个字 风 下一刻 一道玄奥的力量从他口中飞出 飞出了蝉蛙虹 星空之下 两名祖妖面色凝重地望着面前 那巨大的桂花树虚影 蝉蛙虹的存在 对南荒祖妖来说并不是秘密 但是他们一直隐世 此番不知是有什么打算 这两名祖妖也不想来 但是这一片区域 正是上次南荒大战后 划分给他们种族的地盘 不可不来问问情况 反正只要不惹事 应该就没问题的 然而就在他们考虑 稍后怎么和长公主人交流时 突然一道玄奥的力量 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英雄 你有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 一鸣顶着狗头的祖妖 望向身边的鹰祖祖妖 那鹰祖祖妖摇了摇头 异样 没 嗯 鹰祖祖妖突然脸色一边 再次感应了片刻 随即面色大害 看向狗祖祖妖 贤弟 能感应到自己的祖妖星辰吗 英雄说笑了 祖星还能感应 卧槽 我的祖星呢 狗族面色突变 一巴掌排开虚空 试图寻找 我那么大一颗祖星呢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世界的边缘 一片虚无之地 突然间边缘处的大地震动 随即凭空出现了一片陆地 朝着虚无延伸出去 这片陆地上 傻愣愣地 站着几尊鹰族大圣 和狗族的大圣 他们彼此间面面相去 卧槽 老祖 把我们放哪了 禅宫内 金瓜瓜说完那个字之后 身形猛然缩小 气息也迅速萎靡下来 蛙河面色一变 几个闪烁就来到金瓜瓜面前 此时金瓜瓜 已经恢复了巴掌大小 背部也呈翠绿之色 瓜 婆婆 金瓜瓜有气无力地 看着蛙河 瓜 浑身好烫 蛙河心疼地 将金瓜瓜捧在手心 柔声道 婆婆知道 婆婆给你想办法 你再睡一觉 说完 蛙河轻轻点了点金瓜瓜的面门 金瓜瓜的眼皮 缓缓搭拉了下来 重新进入了睡眠之中 呼吸逐渐平稳起来 公主 少公主如何了 此时蛙音的声音 再度在蛙河的耳中响起 带着一丝担忧 疯天血脉成功觉醒了 蛙河轻轻叹气道 但和他爹一样 蛙河抬起头 视线仿佛穿透了蝉弓 望向了星空 大恋士 你会是那个契机吗 狱外 陈洛伸了个懒腰 就算他如今神魂强大 但是将千年的古籍地图 一一细查 还是觉得头昏脑胀 不过让他稍微安心一点的就是 这卫家上下 除了卫央时不时来和自己 说几句话外 还真的没人来打扰自己 说实话 自己还以为会有什么家族子弟上门装杯 然后被自己狠狠打脸的狗血剧情呢 不过看样子 那些子弟应该都得到了长辈的吩咐 有些人从自己身边路过的时候 还会给自己拱手行李 就在此时 一个卫家子弟 从自己面前匆匆跑过 没留意陈洛扑在地上的地图 一脚踩在了卷轴上 扑通一声摔了一跤 啊 不好意思 陈洛看着对方一个小姑娘 揉着屁股站起来 一双眼睛中 泪水汪汪 显然是摔疼了 连忙道歉道 实在抱歉 我这里的书有点多 说着 陈洛又从自己脚边捡起 那女子跌落的书本 要递给对方 不过那偶然翻过的一页 让陈洛眼前一亮 极品林根 落水莲 归属 上八家之宴家 可恋化白莲法体 具体神通如下 林 林公子 那位家小姑娘 见陈洛拿着自己的书就看了起来 正要说两句 突然想起爷爷说过 对此人虚恭敬的嘱咐 才诺诺说道 那是 我的书 你先给我吧 明日师傅 要考课 我若是背不上来 还会被罚的 啊 对不起对不起 陈洛文言连忙反应过来 将那本书交给对方 不过特别留意了一下书籍的名称 天下林根路 小妹妹 这本书藏书阁里 还有妙啊 那小姑娘看了一眼陈洛 嗯 这个小公子还挺好看的 那本姑娘就魄力告诉你一声好了 嗯 这是修行基础 每个子弟都要熟读的 藏书阁的处级书库中 还有不少 那小姑娘想了想 索性将手中的书递给陈洛 要么 你先拿我这本看吧 我再去领一本 可以吗 太谢谢你了 陈洛看了一眼对方 小姑娘大概十三四岁的模样 修为才刚刚八品左右 于是点了点储物令 拿出一份六品蛮材炼制的丹药 递给对方 这个就算是谢礼了 这 不行 小姑娘摇了摇头 陈洛直接射到对方手中 摸了摸脑袋 赶紧去领新书吧 小姑娘脸上一红 又看了看陈洛 扭了扭脖子 甩掉陈洛的手 转身就跑开了 陈洛哑然一笑 重新坐下来 拿起那本天下灵根路 看起来 看了这么久的地图 陈洛也找到了几个相似的地点 原本就打算这两日出门去确认一二 不过正巧看到了 这本灵根路 陈洛又动起了心思 之前秦家战船上的那份原才陈洛 可还没有忘记呢 秦家是上八家 那其他七家呢 圈养原才 一点都不懂得分享 这么下去 这个天地的修行 怎么能得到进步 正好这一次 趁着出去 勘查地形的机会 去各家转一转 看看有没有下手的机会 毕竟来一次狱外 回去的时候 不减一点天外土特产 实在有愧竹林的传统 他陈洛 礼数周全 若是得手的话 顺便还能给春秋星夜 蓄意剥废 在此方天的血一血 风神演绎 免得祖地那些人 指不定指着天 怎么骂自己呢 唉 即便远在狱外 更新谨记心怀 要问为何没血 手里没有原才 该动一动了 入夜 陈洛神魂之力放出 确认没有人在监视自己 随后 陈洛维持修行的姿势 但是却只留下五道分身 画作了自己的模样 自己本尊则隐匿身形 几个闪烁 就顿出了魏家 夜黑风高 陈洛隐在空中 七师兄说得对 一切都要稳妥为上 这种事 还得找专业的人来干 陈洛心念一动 血身便运转 顿时化作了一个身形健壮的男子 这男子皮肤泛滥 气血如潮 久违了 斗尔敦 陈洛锁定一个方向 身形猛然飞出 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今夜 注定无眠 第873章 啪啪啪 啪啪啪 平远州魏家 向西7380里 便进入到上八家之一的 魏家区域 此地 被称呼为魏国 城池上百 民众余异 而作为主宰的魏家 在这里可以说是呼风唤雨 一言而绝生死 陈洛没有使用风火蒲州 而是操纵着另一件 大如至宝级别的飞缩 只用了半个时辰 就来到了魏国境内 随后收起飞缩 朝着魏家足地而去 根据林根路上标注 魏家拥有两件极品林根 一件叫雷姬子檀木 另一件 则是卓燕的心腾 雷姬子檀木 每百年长一寸 五寸即可成为一道仙体林根 进行炼化 那卓燕帝心腾 则是每三百年抽一次心芽 心芽生长百年 便可取下 当作仙体林根 这两件极品林根炼化的法体 都有冲击准地的潜力 对于打这种宝物的主意 陈洛是半分心理负担也没有的 从魏家那里 陈洛就了解到 像这种极品林根 其实就是天生地养 根本没有什么归属权的问题 无非是上八家 甚至地族实力强大 把他们捐起来而已 真说花了什么心思 也无非就是拍几个原丁师施肥而已 这和那些被人炼制的宝物 截然不同 不过作为上八家 魏家也有准地坐镇 相当于半圣了 所以陈洛打算 先去观察一下再说 收敛生息 午夜时分 陈洛来到了魏家族地 梁城 这是魏家直系 子弟生活的城市 同时也是魏国的圣地 悄无声息地登上城门 陈洛释放神魂之力 瞬间覆盖全城 嗯 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不算 光贤者就有七名 倒是能担得起上八家的名号 不过 那位准地在哪 陈洛的神魂之力 扫了一遍又一遍 却没有发现 魏家准地的踪迹 嗯 搏一搏 陈洛重新凝聚出春秋星夜 随后用力一扔 刹那间 春秋星夜光芒万丈 直冲云霄 但随后陈洛心念一动 这春秋星夜立刻消散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 那梁城西北的一座山中 突然有一道身影 从山腹中飞出 随即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天降奇宝 宝物自会 一瓶一上 出城寻宝 封锁全城 消息不得外流 话音落下 二十几道身影 立刻从梁城中飞出 冲向春秋星夜消失之地 卧槽 你个老六 陈洛注意力 这才落在那西北的山上 难怪自己神魂扫事没有发觉 原来这山上 种满了天地灵财 而且似乎还形成了某种阵法 干扰了自己的神魂之力 那气息 比一问半圣还要差点 陈洛在那未加准地传音的刹那 就捕捉到了对方的气息 对实力也做了一定的判断 果然 上八家也分强弱 虽然没有明说 不过陈洛从一些零散的信息也判断出 这位家可能是上八家里最弱的 这正是他第一站就来到魏家的原因 这样的话 倒是可以稍稍放开些手脚了 陈洛并没有进入城池 而是转过身 朝着刚才那些魏家宗师和贤者出城的方向追去 魏长坤 大名鼎鼎的魏家气贤之一 因为年岁最小 目前也才刚刚过了百岁大寿 被认为是 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位魏家准地的人物 刚才城外的一抹激动 他其实也察觉到了 虽然只有一瞬 但是在他看来 那其中蕴含的道运 绝对超越了自家的两件极品灵根 甚至有可能是地级的仙根 虽然说 仙根早已被四帝家族占据 但是仙根也是天地所生 虽然可能性极其微小 但也说不定 又有新的地级 仙根诞生 他掌管着魏家情报 知道不久前 秦家似乎出动了家族大部分力量 和其家大战了一场 似乎就是争夺一株新生的天地灵根 那怎么魏家这边 就不能也长一株出来呢 魏长坤心中 自然也有他的盘算 如果真的是一株地级灵根 老祖年纪大了 断然不可能毁根重修 那这地级灵根 肯定是要在气线中选一个 他年岁最小 毁根的伤害也最低 所以 极大可能是他得到那仙根的炼化之权 一想到这 魏长坤的心头 不由得火热了一些 不行 那帮人找起来 定然不会很伤心 老夫还是要仔细显 魏长坤这般想着 离其他人越发越远了起来 不知不觉间 魏长坤周围只剩下了自己 等到他心生井绝食 一回头 却发现自己 站在一片七彩雾气之中 突然间 一个蓝脸大汉 出现在魏长坤面前 魏长坤横眉怒对 双眸中雷光闪烁 你是 啪 一个耳光重重打在魏长坤的脸上 同时魏长坤感觉到 一股力量顺着这个巴掌 侵入自己体内 直接将自己的力量 给封印了起来 老夫是 啪 有一个巴掌打在魏长坤的脸上 魏长坤感觉到 脸上活辣辣的疼 不对啊 自己明明盯住了他的双手 草 这蓝脸人 有四只手 你可知此地 啪 敢招惹味 啪 我和你拼 啪 是可杀 不可 啪 你到底 啪 别打 啪 你打死 啪 啪 啪 十几个耳光下去 魏长坤的目光都有些呆滞了 此时陈洛才停了下来 望向魏长坤 说 陈洛问道 说 说什么 啪 你倒是问 啪 你让我说 啪 你杀了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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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顿耳光打下来 魏长坤已经彻底麻木了 陈洛这才又停了下来 再次看向魏长坤 嘖嘖嘖 这个世界的修行者 因为世界外物修行 看来心性不行啊 陈洛心中感叹了一句 如果换成祖地 别说如生 恐怕就连妖族现在 都仍然在破口大骂 然而陈洛那鼻的脸色 在魏长坤看来 却是另一番意思 似乎是觉得他没有什么价值 可以杀了 魏长坤 我招谁惹谁了 刚才还在和第二十九房 小妾亲密 然后就出城寻找奇宝 这不是他光明的未来吗 怎么突然天将这么一个蓝脸人 莫名其妙给了自己一顿大逼斗 他长到这么大 堪称天之骄子 一路顺风顺水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难受 想哭 还有 你修位这么高 想问什么就问啊 麻烦问出来啊 别总对着一边的脸矿衫啊 你 到底想问什么 魏长坤张了张嘴 终于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陈洛拿出一张纸 纸上画着雷姬子檀木 和卓燕蒂心疼的图画 陈洛指了指了那图画 本就凶狠的脸上 露出更加猙獰的表情 这个 在哪 一眼就认出自家两件极品灵根 魏长坤立刻就陷入了挣扎之中 他当然知道 这两件极品灵根在哪里 但是要告诉对方吗 那可是魏家的利家根本啊 你杀了我吧 魏长坤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 略微沉思后 就抬起头 闭上眼睛 大意凛然地说道 家族仰视一百年 仗义死结就在今 啪 你休想 啪 我绝不会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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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 暖暖的眼泪和寒雨混成一块 沉落左侧的两只手都感觉到有些酸了 再看看魏长坤 半边脸已经肿起来 牙齿被打落了好几颗 说起来 还不算轻伤 此时魏长坤半脸 倔强地望着面前的蓝脸人 哼 就这样吗 我死都不怕 会怕你伤我耳光 来啊 再来啊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沉落 缓缓抬起了右侧的手臂 两只手臂 城主府地下三十丈 有一条暗道 暗道直通广于山山底 广于山山腹是一座地宫 地宫正北有一条路 走到底 就是我魏家藏宝阁 这两件灵根 就被放置在藏宝阁最上层 魏长坤一口气说了出来 也常常松了一口气 沉落微微眯了眯眼睛 看向魏长坤 说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魏家准地 就在那座山里 不 不是的 魏长坤紧张地看着 沉落右侧的两只手 连忙说道 雷姬子檀木 和卓燕帝心疼的本体 是由我家老祖看守的 但是灵根是自然生长 所以家族自然有些储备 没有遇上有天赋的后代 即便搁置 也不会随意发放 藏宝阁中 尚有一截雷姬子檀木 以及一截卓燕的心疼 以你的修为 小心一点 是不会被我家老祖发现的 沉落点了点头 随后又是一巴掌落下 啪 你 你为什么还打我 手滑 见谅 沉落说完 神魂之力猛然一冲 那魏长坤顿时觉得 自己的眼前 涌现一片七彩之色 随即就感觉到脑袋发沉 一头栽倒在地 我为求财 不为害命 沉落想了想 一挥手 顿时在魏长坤身边 留下了几个字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乍天邦 斗尔敦 随即身影一闪 就消失在了原地 扮猪香后 一只黄雀飞出了梁城 寻到一处僻静之处 黄雀晃了晃身子 重新恢复了沉落的模样 七十二遍 果然是神迹啊 沉落满意地点了点头 自己动用七十二遍 潜入地宫之中 果然很轻易 就躲过了魏家准地的探查 就在此时 身后的梁城中 突然有一道磅礴的力量 扩散开来 同时一声怒吼 似乎带着天微传荡 何妨小贼 赶来我魏家惹事 沉落轻轻一笑 不等那扩散到自己这里 直接拿出风火蒲舟 眨眼间就远顿千里之外 直到沉落消失了 足足有半盏茶的功夫 那倒准地的怒吼 才再次想起 给我茶 诈天帮 窦尔敦 给我茶 在魏家准地无能狂怒之时 动用了风火蒲舟的沉落 早已改换成至宝飞梭 朝着魏家返回 不是沉落不愿意 使用更快的风火蒲舟 而是这宝贝 在天地中使用 太容易留下痕迹 用来逃命可以 平时倒也没必要 此时飞梭中 沉落看着面前 那一节乌黑的树枝 和一节火红的草藤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猜测得没错 这种能够突破准地的极品灵根 正是他需要的原材 麒麟主宝藏还没找到 就先有了意外收获 而且这样的意外收获 还有七家 想想就开心呀 沉落也不急着练话 一挥手将这两件灵根都收了起来 再度催动飞缩 朝着魏家飞去 两件半圣级的原材 只要不演化太高级的人物和宝物 足够沉落再写四回了 第八回 方香方必反昭歌 第九回 商戎九节垫死节 第十回 姬伯阴山收了一阵 第十一回 有李承求西伯侯 只要这四回写完 风神演绎 那漫长的铺垫就算结束 真正的风神演绎 就要拉开序幕了 激动 沉落连忙再度催动飞缩 又提升了一些速度 划破此间的夜空 朝着魏家而去 第八百七十四章 乾坤神木 浑水摸鱼 各位 魏家今早发来了联合搜索令 魏家一试听 魏家家主位如黄 从秀中取出来一份卷轴 是一几位长老传阅 根据最新的情报 魏长坤遭遇了严刑拷打 道心几乎崩溃 魏家数百年 存储的雷姬子藤木 和卓燕帝心藤 也被窃走 行凶之人留名 诈天邦 斗尔敦 如今 魏家已经封闭魏国 同时向其他七族和三十六家 都发出了联合搜索令 打算大锁天下 此时那卷轴 也已经传阅完毕 大长老将卷轴放在一边 没有说配合魏家的话 而是直接说道 诈天邦 从来未听过这样的组织啊 一旁的二长老 也是点了点头 魏长坤是魏家七贤之一 这斗尔敦 能在梁都城外 拷打魏长坤 而未被发掘 恐怕对方的修为 在贤者中 也是极强的存在 依我之见 怕是这位贤者 打算突破准地 却苦无极品灵根 这才冒险对魏家下手 我看 这斗尔敦 估计是个化名 四长老轻笑一声 天下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 无声无息强者来 上八家中的其他七家 族中 都有极品灵根的储备 若真有能突破准地的人物 直接就能使用了 依我看 八成是咱们三十六家中 排名靠前的那几家 毕竟他们家中 都有顶尖闲者坐镇 魏如黄点了点头 我与四长老的看法类似 魏家此番发出联合搜索令 估计也是为了敲山震虎 这样一来 谁若是凭着灵根进击准地 恐怕会成为 上八家的共同之敌啊 五长老感叹了一声 若是能忍住 或许还有转环的余地 若是忍不住 恐怕一场 灾结在所难免 哼 准地在前 谁又能忍得住 大长老摇了摇头 召回家中子弟 做好应对吧 家主魏如黄点了点头 突然看向 一直沉默着的魏慕之 笑道 三叔 怎么没有听到你说句话 魏慕之回过神 摇摇头 你们分析的都很全面 我也没什么补充了 虽然说着这句话 但是魏慕之的眉头 却依然是紧锁的 因为他突然想到 万一那拿走 魏家灵根的闲者 不是三十六家的人 而是一位散人呢 比如在竹浪 则出手救下自己 和魏秧的那一位 那位当时说 要闭关一段时间 让自己照顾一下那灵动 是真的闭关吗 还是脱钩 不过姿势体大 没有证据前 他也不敢瞎说 只能敷衍作答 与此同时 魏家一处小院中 陈洛已经炼化了 雷姬子檀木 让春秋星夜 重新焕发了光彩 丁 您的点卡已充值 陈洛直接提起笔 开始书写起来 书接上回 咒王无道 残害中宫 那中宫江皇后 遇有两子 一约殷骄 年方十四 一约殷红 刚满十二 两位王子得知 母亲所受酷刑 愤怒难党 那太子殷骄 先是拔剑 刺死了陷害母亲的江皇 又提见要去杀了 打几位母复仇 被贵妃皇室拦了下来 但是咒王却听来报 听信谗言 认为殷骄是要是父 于是下令捉拿两位王子 危难间 有镇殿大将军方毕 与芳香兄弟 同情喊冤的江皇后 联名两位王子 各负一人 反出了昭歌 武城王黄飞虎追上四人 那殷骄殷红兄弟俩 彼此争执 都愿用自己的人头 换对方活命 黄飞虎心软 放走了四人 吩咐殷骄殷红 分别去往东伯侯江环楚 和南伯侯恶重语 但人算不如天算 为了不惹人注意 方毕芳香赞礼两位王子 而殷骄殷红分道扬镳之后 一个遇到了老丞相商荣 一个在薛原庙熟睡 被第二批追兵因破败 和雷开禽柱 送回了昭歌 那咒王剑亲子 完全没有一丝爱怜 直接下令斩首 就在此时 铲教十二金仙 终于闪亮登场 当有太化山云霄洞赤金子 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 二仙无事 闲乐三山 星游五月 脚踏云光 往昭歌进过 忽被二位殿下 顶上两道红光 把二位大仙足下云光组住 二仙乃拨开云头观看 见五门杀气连绵 愁云卷节 二仙早知其意 广成子曰 道兄 承汤王弃江中 西齐圣主已出 你看那一簇众生之内 绑腹二人 红弃冲销 命不该绝 况且巨师江子崖帐下名将 你我道心 无处不慈悲 何不救他一救 你带他一个 我带他一个回山 酒后驻江子崖成功 东进五官 也是一举两得 赤金子曰 此言有礼 不可迟悟 于是两位大仙命令 黄金丽氏航风起沙 将阴交阴红掠走 各自收下一人 做了个徒弟 这正是 天生贵咒本无忧 一招结起或临头 幼子提剑胆气壮 转眼竞成刀下囚 有幸得缘入仙山 无福师足望母仇 翻天阴阳助纣虐 浑入风神万事休 春秋星夜上的光芒 缓缓退去 陈洛将笔放了下来 只是脸色有些古怪 广城子 赤金子 这两位十二金仙都 现身了 就没有一点表示吗 又感应了片刻 嗯 真的没有表示 冷静 现在只是 两人登场 出了个名讳而已 什么法宝 什么斗战 都还没有出现 所以没有反馈 应该是正常的 再往后写写看 给自己打完气 陈洛又拿出了 卓彦的心疼 开始炼化起来 陈洛这边再炼化 而春秋星夜上的文字 则缓缓消失 祖地 大旋 中京 此时正是正午时分 阳光明媚 突然间 天空一个炸雷 无数百姓同时抬起头 只见天空中 七彩之光弥漫 随即 一道圣文石碑 缓缓凝聚成形 更新了 有人第一时间 就反应了过来 高喊 陈祝国更新了 哈哈哈哈 明天又有新的 说书内容可以听了 不会还是周王 那个狗黄 嗯嗯嗯 你窝我嘴做什么 不行啊 这块石碑看着不大 感觉很短的样子 短 陈祝国不就是 这位虎族兄弟 我觉得 我们陈祝国威武雄壮 你意下如何 谢天谢地 都等了这么多天了 不断更就行 那圣文石碑 从天而降 准确地落在了如今的安国功府 圣道碑林之中 早已守在此处的苏婆仙 和圣皇神魂一扫 就将上面的内容看完 苏婆仙鄙视地看了一眼圣皇 看看你们皇家的德性 你是个天道死人 圣皇不紧不慢地回复道 二位 麻烦让一让 一道温和的声音响起 苏婆仙和圣皇 连忙侧身闪开 只见一名道袍老者 仔细端向着圣文石碑 这正是道宫派来 守护碑林的道尊 承虚道尊 道尊 看出什么端倪吗 苏婆仙问道 承虚道尊微微皱眉 抬手指了指碑文上 广成子和赤金子 说道 大道对这两个角色 有些许波动 或许就是 无足所说的道门之人 但不甚明显 还需等待更详细地描写 苏婆仙和圣皇对视了一眼 风神演义 写到这里 其实他们也有共识 这本书写的是王朝更迭 那毫无疑问 是以儒门气韵为主轴的故事 不过之前从第一回中的女娲登场 以及云中子赠剑的情节 就屡次提及天树之的道门概念 毫无疑问 就像西游记中 是以佛门力量为主 这 风神演义中 或许就是以道门为主的 联想到陈洛的红尘道 囊括了儒 道 佛 武 这也是应有之意 只是不知道 陈洛会写到什么程度 有感应便是好事 苏婆仙笑了笑 正要再说 两句场面话 突然表情僵住 而那圣皇和承虚道尊 也是一脸讶异 只见这圣文石碑的侧面 突然裂出了一个小缝 随即一根漆黑的 仿佛雷迹的树枝 从石碑中生长了出来 散发出道道玄奥的道云 原才 圣皇睁大了眼睛 不是普通的原才 承虚道尊仔细辨认了一番后说道 是乾坤木 乾坤木 苏婆仙好奇地看向承虚道尊 承虚道尊解释道 是极其罕见的木属性原才 这种原才属于可循环生长的原才 若是当作承道之宝就算了 但是如果用来强化承道之宝 就会有一定几率 在小乾坤中种下种子 继而生长 因此被称作乾坤木 这种原才非常罕见 当年你们如门的吴柳先生 就曾得到一株玉外桃花枝 可惜被用作了承道之宝 这才演化出桃花源那般的小乾坤 看来五祖在玉外有了什么奇遇 得到了一株乾坤木 圣皇眨了眨眼 问道 承虚 你的意思是 若有人得到这株雷木 来强化自身的承道之宝 也有可能生出新的种子 苏波仙眼前一亮 如此一来 不就是可以大面积普及吗 非也 承虚道尊摇了摇头 落种的机会只有一次 五祖既然已经让其 在此方世界生长出来 那其他人就做不到了 只能当作正常的原才 看到苏波仙和圣皇 有些失望的表情 承虚道君美好气地白了两人眼 二位 你们在想什么呢 确实不能再度落种繁殖 但这可是可循环的原才啊 平道看只需要百年 就能多出一份原才 你圣堂有这样的宝物吗 况且 这是五祖在天外所得 与祖地天道毫无关联 所以可以说是一份先天原才 听到承虚道长的话 苏波仙和圣皇 这才反应过来 那么多半圣 为什么都停留在入圣经 不就是没有原才吗 这是重宝啊 这是五祖所有 但是五祖如今不在 本皇这就通知逐圣 看是怎么个章程 圣皇连忙说道 看来还要加派一名半圣 只是圣皇的话音未落 天空中又是一道响雷 苏波仙 圣皇和承虚道长抬起头 就看到又一道圣文石碑 从天而降 这是出什么诗了 居然加更了 苏波仙感叹了一句 这篇内容 嗯 此时那新出现的圣文石碑侧边 同样裂开了一条小缝 随即一节火红色的草藤 从裂缝中冒出了来 苏波仙与圣皇同时看向承虚道长 承虚道长快速感应 不可思议道 也是乾坤木 苏波仙眯了眯眼 承虚 你不是说 这玩意极其罕见吗 承虚张了张嘴 喃喃道 真的 罕见啊 域外 两张点卡都用完了 陈洛揉了揉手腕 看着面前的春秋星夜 感应了一下自身 似乎修为又提升了一些 不惊话呀 陈洛感叹了一声 原本想好了 更新后 就继续找宝藏之地 但是眼下陈洛又有点蠢蠢欲动了 嗯 让魏家帮帮忙 应该问题不大 陈洛思虑道 就在此时 陈洛若有所觉 伸手点了点春秋星夜 那春秋星夜瞬间消散 紧接着 门外就传来敲门声 进来 陈洛应了一声 就见魏央推门进来 灵动哥哥 魏央手上提着饭盒 笑着走到陈洛面前 自然地开始摆放菜肴 说道 今日我去藏书阁没有见到你 我就猜你还在屋里 这是爷爷专门嘱咐灵厨 为你准备的奇珍 有意气血 哦 多谢 陈洛看了一眼 那桌上的烹饪灵才 笑着回应道 对了 灵动哥哥 你知道吗 上八家的魏央遭窃了 族中的能冲击准地的灵根被盗走 现在整个魏央都疯了 魏央貌似不经意地说道 陈洛一脸诧异 啊 上八家不是有准地坐镇吗 也会失窃 嗯 爷爷说是顶尖贤者出手 避开了魏央准地的探查 魏央坐在陈洛对面 笑着说道 你说 谁会那么大胆 居然去招惹魏央 陈洛摇了摇头 这我怎么知道 不过顶尖贤者的话 应该都是有数的吧 那不一定 爷爷说 这天地间不在家族之内的贤者 还是有一些的 魏央怂怂怂肩 不过现在魏央追得紧 最好还是不要急着破关 不然很容易变成挑衅上八家 而非魏央一家 就有点难办了 陈洛挑了挑眉 自然听懂了魏央话里的意思 一是试探 二是提醒 谁知道呢 陈洛轻松一笑 贤者什么的 离我们太远了 可是 魏央将陈洛无所谓的样子 犹豫了一下 说道 林爷爷也是贤者 就怕会被怀疑 爷爷说 如果林爷爷愿意 也可以来魏央做客 魏央虽然不是什么大势力 但是做个担保 还是有点薄面的 心灵了 陈洛摇了摇头 我爷爷不去招惹别人 也不是什么人 能招惹他老人家的 魏央文言 也只好点了点头 他看了看陈洛 将陈洛没有丝毫在意 也不再多说 就到了声告辞 准备离去 等等 陈洛突然出声 喊住魏央 魏央身形一顿 看着陈洛 林栋哥哥 有事 确实有件事 想麻烦魏央 陈洛说着 从秀中取出几枚遇见 推到魏央面前 这本是家族 交给我的任务 但我见藏书阁中那么多书籍 有些挪不动步 想请魏央帮忙代劳 当然 魏央子弟的酬劳 我还是付得起的 林栋哥哥见外了 谈什么报仇 魏央笑道 林爷爷救命之恩 我和爷爷 还不知怎么报答呢 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只要能做到 我魏央义不容辞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陈洛摆了摆手 我林家族上 虽然比不得三十六甲 但也是个百人家族 只是后来家道中落 如今只有我和爷爷两人 爷爷进击贤者之后 就一直想求根溯源 寻防祖地 无奈家道中落 都是千年前的事情 如今也难以追寻了 好在爷爷找到了 基本残存的族谱 在上面提炼出 对祖地描述的只言片语 这几日 我根据那些信息 连同魏央的古籍地图 大约签定了几处地方 想请魏央子弟出马 到这些地方走一遭 留影归来 免去我辗转奔波之类 不知可还方便 魏央一听 顿时笑道 我还当是什么事情吗 不就是跑跑腿吗 没问题 我这就安排下去 说着 魏央将陈洛拿出来的御检 齐齐收下 爽朗道 我说灵动哥哥 为何对古籍地图 那么感兴趣呢 给小妹几日时间 一有回复我就通知你 那多谢了 陈洛起身作医 魏央连忙闪过 拖起陈洛 不必如此 那我去安排了 魏央灿然一笑 走出了屋舍 看着魏央背影远去 陈洛一挥手 顿时防门紧闭 陈洛坐在座位上 手指轻轻在桌面上敲击着 果然 魏央不打算吃哑巴亏 不过 这也不算是一件坏事 陈洛脑中一个个念头闪过 原本陈洛是打算休息几天 专心寻找麒麟主宝藏 但是魏央带来的信息 却让陈洛有了新的打算 一句挑衅的是整个上八家 就说明了现在的局势 一个魏央尚且如此 如果上八家多几家乱起来呢 陈洛现在真的不确定 麒麟主宝藏 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最保险的法子 就是自己先把水搞浑 浑水才好摸鱼 把天下的注意力 都引到极品灵根失窃上 那自己取宝藏 或许压力就会少许多 齐师兄说过 想要稳 就要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而降低的方式 要么是主动把自己放低 要么就是 把其他人抬高 陈洛 何该炸天帮 名传天下 陈洛的手指停顿了下来 稳中带浪 才是最棒的节奏 更何况 这封神的下一回 可是 陈堂关哪吒出事 赌了 得了极品灵财 就是白捡的 万一真的惹出了 不可匹敌的存在 那就跑 过段时间换个身份 再回来呗 陈洛打定了注意 便不再多想 直接开始了入定养神 晚上要干大事 先养精蓄锐 与此同时 此方世界核心之处 有一座灰红山巒 山巒之上 则是一片宫殿群 此时宫殿群中最高的 一座宝塔中 有一名威严的中年人 正在闭目打坐 突然间皱了皱眉 没有睁眼 开口道 何事 那门外传来声响 回大帝 魏家几品灵根失窃 魏家准地位封 恳请动用地镜 捉拿凶手 地镜在千年前一战中受损 至今未曾复原 不回 那中年人淡淡说了一声 区区小事 勿要再饶本地 是 晚辈之错 外面的声音 诚惶诚恐地说了一声 中年人不再回话 一道紫色的气息 飘入他的鼻中 中年人的脸色 又红润了一分 若是有第二人在此 就能看到 在这中年人面前 有一截一尺长短的竹子飘浮 那竹子以翠绿为主 却又泛着一丝丝紫色 那紫气 正是从这竹子中 飘荡而出 第875章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我们的英雄 第二个目标 上八家之一 韩家 如果是魏家 在上八家中排名垫底 只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 那韩家垫底的历史 倒是比较悠久的 据说当初韩家 也只是36家之一 但架不住命好 自家地里 突然长出了一株极品林根 并且被韩家 小心谨慎地藏住了消息 等到后来 韩家一位添交 尽急为准地 这消息才公开 不过韩家也很识趣 明确自家的地盘 不需要扩张 同时和其他七家主动联姻 这才站稳了第八家的位置 而陈落之前第一站 没选韩家的 主要就是 有点远 不过既然打算把水搅浑 那跑一趟也无所谓 于是当夜 韩家储备的极品林根 锦绣千种水仙花 师妾 行妾者留名 乍天邦 然号 不过与魏家情形不同的是 韩家准地 曾远远望见了这然号的身影 与魏长坤形容的蓝脸 四臂不同的是 这然号是一个体型魁梧 容貌威严的男子 又两日后 上八家之一 燕家 同属店底玉三家之一的燕家 也没有躲过乍天邦光顾的厄运 出于安全考虑 燕家特地将家中 储备的极品林财 七彩弥天姑 交于家中准地燕男行保管 但是根据燕男行的事后的羞耻回忆 七彩弥天姑 确实是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失窃的 因为那狡猾的小贼 居然变成了茶中的一片茶叶 趁自己不注意时 夺走了七彩弥天姑 不过燕男行再三强调 对方修为确实是顶尖贤者 不过仗着顿法玄妙而已 另外 自己确实也打了他一掌 虽然对方也留下了名号 炸天邦 白墨 不是寒家准地说的 体型魁梧 容貌威严的男子 而是眉目晴朗 身姿如玉的翩翩公子哥 顿时 整个天下 都炸开了锅 炸天邦三个字 从上八家开始 以巨峰之事席卷 几乎一夜之间 人人皆知 魏长坤的话不做考虑 但是准地目中 几乎没有幻化的可能性 换一句话说 炸天邦真的是一个组织 有着不止一尊顶尖贤者 他们从何而来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他们还会继续动手吗 一个个问题 搅动着天下风云 当然 还有一个问题 是所有人都想到了 但是却没人敢说出来 这么多顶尖贤者 拿走了这么多极品灵根 他们是要干什么 集体冲击准地吗 就在外界一片风声鹤唳 各种阴谋论满天乱飞的时候 魏家小院 炸天邦帮主 兼唯一帮众陈落 重新凝聚出了春秋星夜 出于留一手的目的 陈落 有意把自己的修为 压制到化繁静的水准 也是故意挨了燕南行一掌 说实话 打得还是有点疼的 一口气 练化了刚刚到手的 两株极品灵财后 陈落今天终于打算 开始更新下一回了 第十二回 陈汤官哪吒出事 话说陈汤官有一总兵 姓李 明镜 自幼仿道修真 拜西坤伦渡恶真人为师 陈落缓缓落笔 接下来就是一段 众人耳熟能详的剧情 李静元配音是 怀孕三年零六个月 被李静怀疑父内 飞妖极怪 这个李静 如此愤怒 估计是三年六个月 不能碰媳妇 才生出了如此大的醋意 结果殷夫人一日产子 生下了一个肉球 李静施展百分百 被空手揭白刃之剑术 劈开肉球 从里面跳出了一个玲珑小娃 生来自戴乾坤圈 次日 前缘山金光洞太以真人下凡 为孩儿取名哪吒 收入门下不提 写到这 陈落稍稍停顿了一下 很显然 现在的肉身哪吒 还不是哪吒的真正形态 但是乾坤圈和混天灵 却是实打实的法宝 按照之前血虫黑虎的经验 难道祖地天道 会凝聚乾坤圈 与混天灵的炼制方法 而自己也会领悟相应的神通 问题是 哪吒不在风神榜上 陈落摇了摇脑袋 想那么多做什么 往下写就知道了 于是陈落继续落笔 往后书写 接下来的情节 就是著名的哪吒闹海了 哪吒杀死了 巡海叶叉里更 和龙三太子后 苍龙龙王前来 陈塘关兴师问罪 不得不说 在这里 哪吒真的能把人气死 对话简化后 大概是这个样子 哪吒 爹 我杀了龙三太子 李静 你惹祸了 哪吒 怕啥 他儿子的龙筋 我保存得好好的 大不了还给他吗 龙王 李静 你给我出来 哪吒 伯父 对不起 我整理好了 你儿子的龙筋 你清点一下 没问题的话 咱们就交个清楚 这一页就翻篇了 龙王 我去天庭告状去 哪吒 我告师父去 然后 这太乙真人 也不是什么善人 听到哪吒讲述事情经过 怪罪起龙王起来 虽然哪吒无知 误伤敖饼 这是天术 金敖光虽是龙中之王 只是不与星云 然上天垂向 起得推为不知 以此一小时干毒天庭 真是不安尸体 于是 唯恐天下不乱的太乙真人 给了哪吒 一道隐身符 让他去天庭门口 堵住告状的龙王 哪吒看见敖光在此等候 心中大怒 撒开大步 踢起手中乾坤圈 把敖光后心一圈 打了个恶虎扑石 跌倒在地 哪吒赶上去 一脚踏住后心 不知敖光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然而当陈洛写下这下回分解四个字的时候 那春秋星夜上的光芒迅速退去 陈洛还打算再往下写 却发现笔墨无法在星夜上留痕 卧槽 涨价了 陈洛皱了皱眉 再三确认 自己确实是炼化了韩家的锦绣千种水仙花 和燕家的七彩弥天姑 这两件极品灵根啊 以前 一件极品灵根 可以写两张 现在两件极品灵根 只能写一张 这个汇率是怎么做的 总不可能是乾坤圈站一件 混天灵站一件吧 就算算上后来的风火轮和火箭枪 这哪吒皮肤四件套在 风神演义里 也就是中等片上的宝物 不说什么翻天印 定海珠 混原金斗 这种在实战中大杀四方的宝物 就连五火七情善 阴阳静 乾坤池的表现都更抢眼 之所以名气大 实在是哪吒太耀眼 这样的宝物 都要一件极品灵根 那以后那些毁天灭地的宝物 该怎么办 搞钱 陈洛此刻一心只想搞钱 不对 是搞原才 不过 陈洛又冷静下来 既然吞了自己两件极品灵根 那在力量上 总会有对应的反馈吧 陈洛望着春秋星夜上的字迹 缓缓变淡 直至消失 闭目打坐 细细感应着 祖地 大旋 不错 确实是域外原才 也是罕见的乾坤神木 又一名道尊 仔细检查了两块 圣道石碑上的雷姬子檀木 和卓燕帝心疼后 对身后的苏坡仙 与圣皇说道 圣皇点了点头 竹圣已经传回了信息 这原才乃是吴祖域外所得 委托我圣堂暂为保管 待吴祖从天外返回 再听其安排 承煦道尊点点头 这也是应有之意 不过想不到啊 如此罕见之原才 吴祖居然短时间内 就找到了两株 红福气天啊 苏坡仙点点头 是啊 真是羡慕这种大气韵的人 众人的目光 都落在苏坡仙身上 就在此时 天空突然要雷响 众人心中一惊 不 不会吧 陈诺在外面受刺激了 又加更 就在众人转念间 一道圣文石碑从天而降 若是有兴趣看 这石碑的七彩之色 似乎比之前的任意一座 都要浓郁许多 轰的一声 石碑准确落在碑林之中 在场的半圣羽道尊 第一时间就紧紧盯着 那圣道石碑 片刻后 那石碑依然如故 承煦道尊才松了一口气 我就说嘛 这乾坤墓即便是域外 也十分罕见 就在承煦道尊还未说完的时候 这石碑左右两侧 同时裂开一道裂缝 随后左侧祥光缭绕 一根轻描探出 随即绽放 化作了一朵娇嫩水仙 而右侧则是七彩更重 跟着一朵军箍 撑开了散盖 承煦道尊 玉峰道尊 你们看 苏波先拾了个眼色 那承煦道尊和玉峰道尊踏步上前 再度检查一番后 半是惊喜 半是无奈说道 都是乾坤神木 这就不罕见了吧 苏波先摸了摸下巴 难道域外现在流行种田了 圣皇摇摇头 应当是五祖的机缘 不过 为何此块石碑 能够出现两种不同的乾坤神木呢 听到圣皇的话 众人心中一惊 这才将事先看向石碑上的内容 哪扎 西游记中有一个和孙悟空对战的三坛海会大神 莫非是同一人 应当不错 你看上面的父亲 名字叫做李静 在西游记中 哪扎之父也叫李静 原来这是他们成神之前的故事吗 正在议论间 这圣文石碑突然晃动了一下 随即两道光芒直冲云霄 众人抬头看去 就将这两道光芒 一道金光大放 化作一道圆圈的模样 而另一道则是红光大作 化作了一段三尺红铃 半圣之宝 道尊之宝 同样的含义 不同的称呼 从圣皇 苏波仙 以及承虚 玉丰两位道尊口中同时说了出来 这天空中的两道宝物虚影 分明比之前出现的铁嘴飞鹰 要强上一个层次 那是万里级别的宝物 下一刻 这圆圈虚影和红铃虚影 都化作了两本书籍模样 书籍翻动 其中一枚枚雅文文字飞出 最后化作光芒消散 两件万里宝物的炼制传承 巫族好大的手扁 众人感叹见 只有苏波先轻轻叹了一口气 奇怪 怎么没有凝聚天光云影 玉外 魏家 陈洛紧紧促眉 望着神魂海中出现的一道古怪符文 方才祖地天道给出回馈 星夜之上凝聚出乾坤圈和混天灵两道虚影 随即这两道虚影 装入自己的神魂海中 最后化作了这道古怪的符文 不过这古怪符文 一看就不是完整的 下面还少了一件 但即便是这样 陈洛依然感悟到 那古怪符文上的含义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尚皇 施令 陈洛依愣这是在搞什么 这是个什么状态